這個終極版的,我網路上查了很少人用PSO在調參數 好,我這個是用網路上 Machine Learning 寫了一個很簡單的Case,把它改成我們自己的PSO的方法 嗯 你可以自己馬上Run一下 然後有K4的結合在裡面 也就是說你的原始的Data不管你怎麼Random去打 我們找到最後的參數 都會是最低誤差的 所以我也可以把就是之前就是 鍾老師寫這個 對啊,沒錯啊 但是要稍微改一下 你把那個腳本 Python的Code打開一下 你要改的地方就是 這邊 也沒有幾行嘛對不對 看一下 對就像這個object function是因為是SVR 我不曉得SVR是什麼 它是SVR裡面其中一個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好這邊有object function當然就是針對這種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的參數傳進去嘛 這就是我們PSO要調的三個參數 嗯 那如果是AMN或是其他的話 這邊就要改成那種方法 然後這邊K4 K4是什麼 K4是把你的資料分成更 看他你的K是多少 好像有5的和10的吧 有什麼不同 就是5是 資料分成5份 然後打散之後分成5份 對 然後 10就是分成10等份 啊這樣好像 他說可以 讓你 原本就是 資料量 可以減輕你資料量太少的情況 主要目的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K4的代表 比如說 我們原本 不用K4的我們設定說Trending跟Test是80比20嘛 但是 冬夜之前寫的腳本是第一次讀進來的時候把它Random排列然後就分成80-20對不對 然後我原本C版用這樣來寫 然後找出一個最佳的參數 然後我想要測試一下說把資料再打散一次 你這個Trending出來的Hyperperometer 的 performance怎麼樣 沒想到變得非常差 也就是說 你找出來的Hyperperometer 既然跟你 打散的 80-20有關 再來說可不可能有關 不 不可能 對 因為你分析這個問題不可能 你的Hyperperometer會跟 你到底怎麼去分這個80-20有關嗎 如果有如果是這樣那就完蛋啦 不同人來分可能不一樣啊 所以人家才發明這個K4你知道嗎 K4就是說你這邊5的意思就是說你把你現在的Data切成5份 第一次我拿其中前四份當作Trending 最後那一份當作Testing 然後第二次用 用 那個 2到5份 第一份就拿來當作Testing 然後第三次用怎樣 就是3451然後第二份來當作那個 對 所以這邊會做幾次 所以K4用5其實是等於 百分之幾次當作Testing 20 對20 做了5次 然後每一次都有MS1對不對 對 然後這邊求一個平均值 然後代表這個參數 在K4平均下到底 平均起來低不低 如果我找到一組參數喔比上一組最好的還要低表示這個 參數會 比較好 更generalize 啊PSO 比如說你去看 學長的論文 比如招序招序應該有 他是最後一個我們自己用我們自己寫的PSO的程式 好經過這樣反覆的疊帶喔最後 找到了確實 會那個喔 會比較 會有MS1 對你等下run一次 我有把整個report都寫出來了會 經過這個PSO的學習 會越早這個值越低的參數出來 好那還有一個上下線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 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有Hyper Pyramid的所對應的上下線 因為這個方法它有三個參數要三個參數容許的上下線在這裡喔 對 最後會跑出來介於這個上下線之間最好的參數 然後N Dimension嘛有三個就是三維的嘛 然後有Polico每一個Polico都會擁有這三個 三維的其中一個data 那到底有幾個Polico我們看 你 被選到那個Node有幾個CPU就有幾個Polico 然後這邊是一些參數這個是我們以前用的很好的 你要深入了解你就去看招序的 論文 Polico Swan 搜尋法 它其實是一個 學習社會科學 弄出來一個東西喔 比如說它舉的例子是 有一群鳥要出去密食 啊它密食找到食物的地方會有哪裡會有可能 比如說 現在我們的CPU如果用到16個CPU就假設有10個鳥 出去密食 然後 每一個它會在分配在一個區域去密食 它覺得哪一個地方 找到食物的機會會可能會比較大 然後這16隻鳥是不是會 會有一隻 鳥找到 一個機率最大的地方 那下那 這些每一隻鳥它要搜尋的 方向應該要往哪裡去 應該是Gobo 最有可能的跟自己 曾經 發現最有可能的中間其中一個路徑 PSO會把 每一隻鳥 會根據它自己的路徑跟Gobo最好再去找一個可能 找到最好 密實的機率的地方 藉由這樣反覆跌代喔 最後競爭出來那一個就是 你這個資料集還有這個方法 最好的hyperprime 讓你那個testing達到最低 OK 之前你看到的paper都是定時的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這個就可以找到最佳的配比 而且你這些參數 像AAN應該有非常多 有應該應該是蠻多 還有一個L1L2嘛 Normal 我們有了這個PSO的方法你就不用怕有多少hyperprimez 每一組都給它調到最佳的話針對不同的問題 所以現在只是data的問題了 還沒有新的data 這個超參數 應該這裡 對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 這邊要注意喔 你的data如果是全部都正的 這邊activation function 我們可能不能當作PSO的參數 然後這個solver也是寫實的 看 陳述啊比如說你的陳述 這是陳述 對 那 要怎麼去把它弄到model 比如說你這邊陳述是三層 那我們的陳述其實事實上也可以比如說兩層到六層啦 每一層之間的數字 所以要把我剛剛寫的那個稍微變形一下 經過run出來的結果 他就會去幫你找 最佳陳述 而且每一層裡面要多少個node是最佳的 就幫你找出來 然後如果是陳述的話是不是也要指定 那個 就是最多幾層 對 對沒錯 就是我們剛剛有upperbomb跟lowerbomb嘛對不對 而且要整數喔 剛剛那邊的 範例是 是一個連續的數值 所以在中間可以隨便亂演進喔 然後這個方法是針對那個 呃現在是針對svr來講 對對對 好那我試試看 對其他的那個 其他的模型有沒有用 我們 寫好了不同的方法也不用lazy predict 我們自己就找最佳的參數 這個是regress的 對regress 你可以先 丟到node裡面run看看 甚至用pc應該也可以run 我這邊沒有寫linux的指令 不然你現在run看看 用你的pcrun一下 你在按哪空檔嗎 喔 我 你按哪空檔會把剛剛那個套件都預先安裝好 我們就打托了 我這邊有這種情況 好嗎 謝謝 不然 我這邊聽到 有些東西 你 我這邊聽到 謝謝 有些東西 我這邊聽到 我這邊聽到 我們有些東西 來 等一下,不行喔,他正在跑 你看一下工作管理員,是不是很多call都被你用到了 你怎麼沒有Python 好,你現在這個是media的電腦 對 Python 他包在裡面嗎?有很多個嗎? 剛剛我看到Python裡面有好幾個啊 剛剛那個是 meeting 還是已經玩完了 因為你這個資料集很小 你看一下SVS report 這個 還是零,還沒東西出來 來 先 弄完了,先等他一下好了 那些 沒啟動 有啊,Python三個啊 喔 可以打開,有三個 算是為什麼只有三個呢?你的call應該很多吧 好啊,沒關係 那你 我等一下 自己看一下 對,那report就會告訴你 疊代第幾次是第幾個particle找到最佳位置 然後找到最佳位置最後疊代500次之後 所以500乘上你的CPU如果有16表示 16乘上500做了這麼多次的machine learning 他從中幫你 找出最佳的hyper parameter的配比 但是你這資料集太小了 所以 平行跟單機效果沒有差很多 我的PSO是最佳的PSO的方法,有點複雜 但是因為 那call是我自己寫的,所以我可以很快把它寫出來 藉由challgbt找Python指定,超快 然後那個 老師上次說要 從那個 找那個 混合函和混合商 然後 有一個Python模組是不是 沒有 那個混合函好像是可以 混合商可以從 用他 他 給的公式 從 用 原子比例就可以算出 對,我知道那是configuration 對 Entropy 然後混合函好像 他 好像可以從 LAMS裡面 就是 你的 Total Energy 去 去加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能量,加起來就是 混合函 對 然後 然後還有就是我有去看說他的 他的資料 就是 這邊是 這個資料集是他拿來預測 印度的 然後 可以看到說這是他 要選目標 預測的目標 然後這些是他的 特徵 對 那 我們的資料集裡面 也要 有這些 就是像 除了 那個 冬夜你不是有 兩篇Paper嗎? 一篇是預測Face的嗎? 對 那篇Face裡面用到的feature有拿幾個 我們就先拿那個來study啦 是拿他的資料集嗎? 不是,拿他的feature 拿他的feature 啊品牌不是在run 1200多比嗎? 對 到時候用品牌那個來預測Face啦 對 對 他的feature 就是 這個是混合 這個是混合函 這個是混合 不是 混合商混合函 然後這個是 原子的 尺寸差異吧 這個是原子尺寸差異 對 這兩個 是什麼 我有點 我在 喔 架電子密度 沒有 終於我剛剛那個示範的程式沒有均衣化喔 均衣化 然後那個 應該很快 就是 加一行 加一行而已 均衣化應該他的污差會更小 對就選那篇的feature就好了 好 終於有辦法用pearl來寫嗎 pearl 應該可以吧 所以到時候我們要pearl 來操控這些參數 再去操控 那個 那個什麼 machine learning的python code 用pearl去 呃 去把那些 紙做成cs 不然你習慣用python就用python 到時候用check的gb來轉 就好了 很快 就是要 把那個做csv的流程做出來 我們要用 比如說品牆的配方 要 轉換成feature 知道嗎 不能直接用原子的比例 轉換成feature 比如說 像你們寫科技部的計畫 我們 在training的時候有一個embedding net對不對 根據你原子的種類跟位置 藉由embedding net 轉出 類似feature的東西 丟到training net 就 呃我的問題是 總是要有一個csv 他才能學 那 我想知道的是 那個csv就是 裡面要有 這些值 比如說 品牆有一千 比 不同的配方 一千比不同的配方 照 照冬夜你寫的call 他裡面可能是全部fbcc 然後有fcc加bcc 就是multi phase 那有可能是純fcc啊 所以這邊是不是就你要learning的data就根據這一千多比分類到底是012啊 一個配方 根據不同的比例是可以算出這 5個東西的值 呃 我不確定 就是 能不能5個都算出來這兩個應該跟你講一定可以 好 這個5個地方的值 比如說這個vec 你是不是每一種元素他都有自己的vec值 嗯 但是根據不同的比例會算出這個比例下的vec值 嗯 然後 這有一個 structure configurational entropy entropy 是不是根據 比例 去long 對 這層上比例 對 是不是 你這5個 不同比例 是不是又有一個不同的這個 mixing值 啊原子尺寸 是不是也有原子尺寸你每一個元素都有自己的 尺寸啊 啊根據不同的比例可以算出不同的尺寸啊 等於說 這1000筆資料你不是直接去圈領他的原子比例而是要換算出 1000筆不同的feature帶進去 我只是卡在說那個資料機要長什麼樣子 好 那我現在 資料機就是說 你拿到這1000個比例 可以馬上用你的python或是perl code 轉出 這1000筆所對應的這些值 好 然後target就是 Face 譬如說012啊 這樣子經過我們圈領之後 這品牌就很有感受啦 我隨便亂取一個比例不用再去 不用再去用什麼 Maxima entropy 什麼DLP在那邊run好好久直接 用你圈領出來的model就告訴你這個偏向於是 Single crystal的PCC還是Multi-Face啊 對啊你現在知道Machine Learning的 威力在哪裡了吧 他去 學習你用很複雜很需要時間的工具 預測出來的結果他建立一個綜合的model 人家拿到你的model根本不用去做什麼DL BND 只要帶出 他 想要看的比例 他換算一下這個東西再帶進去 就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Face啊 現在 我們有了這個PSO 用你這個模型 我們就可以去預測一組 算出來幾乎都是BCC的最穩定配方 你知道嗎 用PSO 再去 調 比例的上下線 我們就可以找出一個最佳的配方 他的 經過你這個模型預測出來 幾乎是零的 就是幾乎 百分之百就是BCC的配方 如果再利用 平常那個流程去把這個配方才去再去重新做一支MD 驗證他確實百分之百 表示我們這個模型 超有威力啦 這個混合函 我讓 我再看一下 我再確定一下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就是用 程式算就好 還是他需要用 LAMP在算 這個混合函 我們以前做Polymer一個材料器就是現在工學院院長跟我們講 他們的算法就是 是用純元素去按照比例加一加就出來了 這個是 我看Paper裡面都是用 這個公式 然後 他這個 這個 這個值啊 比例嘛對不對 對 這個Hij 這個值是 就是你不同的 就是他裡面 有五種元素啊他裡面有各種不同的見解 各種不同的見解這個Hij都 都都都會不一樣 對 所以 這個可以查表嗎還是 就是我這幾天查 查是 都 沒有沒有查到 文確的GPT這邊傳上去公式3 Hij 可針對某種元素單獨求他們的配對 的 HEA 我記得 這個 我們可以查到 一個 他不是公事三嗎 請多明公事三 這算法 好厲害啊 Hij可根據單種元素的資訊算出碼 Hij可由元素i跟j單獨的資訊算出碼 能從元素i與元素j的資訊得到嗎 好 感谢观看 请示范 两种圆住你的配方 比例是1比1的状态下是多少 好像没有比例哦 比例是后续才成的 比例是1比1的状态下是多少 早上有問過 問說LAMS能不能直接算 或是何函 然後他說用兩個字加起來就 這是要經過potential 有點麻煩 人家用經驗公司帶一帶就好 對不對 因為這個混合的 他剛剛那個也是乘上比例是經驗公司啊 嗯 不然我再查一下那個經驗公司要 就要選Python Call 對阿 你現在LAMS算不同比例還要用這個來算很麻煩 最好用經驗公司帶一帶就可以了 不然人家拿到你的Model 他換不同比例他還要再找LAMS搞一搞才弄出來 嗯 那我再找一下 然後那個這個 這個 一 這個剩兩百多個 然後應該明天下午應該就算得完 那我再把它拿進去 來去 OK 來去全 SCF 是不是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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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